北美搞蝦米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北美搞蝦米 我是Summer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 看到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北美搞蝦米出了摄影棚之外的景色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温哥华的圣诞气氛 因为通常每年在这个时候 其实圣诞气氛还蛮浓厚的 大街小巷都会有一些洗脑的圣诞歌曲 但是今天由于疫情原因 在街上比较亲近 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带大家感受一下 温哥华的圣诞节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挑选出了四个最有节日感觉的灯饰 在城市里面 如果大家有机会想出来呼吸一下新天空气的话 可以来看一看 走吧 首先我们来到了Granville Island 这一次的圣诞灯是将会从11月12号 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 因为温哥华冬天大部分在下午4点半或者5点中间 天就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附近的居民或者是上班族 在傍晚的时候来这边散散步 感受一下岸边的圣诞气息 在Public Market的中间更是耸立着一颗超大型的星星 我们目测它估计差不多有5米高或者更高 照亮了整颗岛 我想如果站在对岸的Downtown看过来的话 景色一定是相当迷人的 这颗大星星加上岛上其他的圣诞灯饰 配上温哥华Downtown的无敌夜景 简直就是极致奢华 这个活动除了全部免费参观之外呢 Granville Island也非常贴心的提供了免费停车的服务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来体验另一种氛围的Granville Island 大家好 这只是Luna Luna是一只在温哥华岛海岸长大的一只小虎精 因为她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走散了 所以她从出生到长大都是在温哥华岛沿海的海岸线上 然后传说有很多游客都有看见她 这只呢是设计师专门为这个灯光节设计的算吉祥物吧 她已经六岁了 每一年的时候快到圣诞的时候 她都会来到云吉利海滩旁边来点亮这个海滩 所以Luna Vancouver 它其实是一个温哥华当地的活动组织者 他们每年冬天的时候 因为温哥华冬天的时候雨比较多嘛 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寒冬更有一丝暖暖的气息 然后也有一个给大家出来的机会 他们从2013年开始就有举办这个Lumia Vancouver 它主要是就是在温哥华西区 English Bay和Jim David Plaza这一边 就差不多是从David Street一直到English Bay 然后这个灯展其实好像是从11月5号到11月30号就要结束了 可是对啊今天已经12月我们这里还是亮着的 可能是为了给在疫情中的人们多一丝丝希望吧 它在云吉利海湾旁边旁边就是大海了 每一年这个灯展都会有一些这种很具有温哥华和西海岸代表性的小动物们 像刚刚看到的虎金还有这个大蓝渊 还有这一只是灰熊 如果大家在温哥华的朋友 特别是靠山里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 因为是不是都会有灰熊来家里串门这样子 然后这只灰熊周围应该是三文鱼吧 我现在看这个蓝色的应该是波浪的感觉 然后三文鱼上面也有很多这种原住民的图腾的画风 其实站在这旁边如果细细的听的话 这一个展览它有一直在发出一种海浪的声音 然后还有很清新的小铃铛 有点像在森林里的原住民的感觉 很自然的感觉 这边这个小朋友的他的名字叫做Stanley Stanley就是我们温哥华最著名的斯坦利公园的名字得来的了 因为我刚刚才知道斯坦利公园原来是 北美最大的大蓝渊的聚集地 也就是这只小鸟 大鸟的名字 它们已经在温哥华住了80年 从1921年开始 它们每年到一定的时间 就会回到斯坦林公园来 所以这只大鸟 在这边有4米高 然后能算出这上面有10,320克冬吗 我的天呀 这只尤吉娜其实是为了纪念在 英吉利海边这些林海公寓的房顶上有一棵橡树 在那边已经守护了海滩30年了 它一直在变颜色 就很像每个童话故事里面都有一个魔法森林 每个魔法森林都有一棵千年古树的感觉 灯展的设计都是由一些温哥华当地的艺术家 他们亲自操刀来完成的 每一个灯展旁边都有它自己的波音的 就很有沉浸式画展的效果 所以我们刚刚从英吉利海湾已经拍摄完 现在想换到下一个点的路上 在这个Butte和Nelson上 发现了这一只可爱的梦幻小屋 有一种姜饼屋的感觉 因为它黄黄的 然后这整个社区就只有它最妖娆 天呀说到姜饼屋 我觉得我现在闻到姜饼的味道 是我饿了吗 这好像电影里面的标准的圣诞节过法 住在Richmond的朋友不知道 对这间鱼人码头附近的超级网红屋 有没有印象 哎呀天呀 提到鱼人码头 我又想到我们之前挑战巨型海胆饭的过程 让我稍微制度一下广告 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这个影片的话 赶紧从右上角的标签点进去看一看哦 Oops 抱歉 有点拉远了 这间hohoho house 已经足足照亮了我们整个社区 30多个年头 每年的圣诞期间 它们都会有数千颗以上的灯 带给我们相当豪华的圣诞场景 绝对带给你满满的圣诞气息 这里有许多雪人 雪橇 迷路 大大小小的糖果 这一户的主人更是精心的在树上点住了动态灯式 非常显眼 让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开过来 就能够迅速无误的找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傍晚来鱼儿码头附近看一看 除了这一家之外 其实整个社区的房子多数都有不少的圣诞东西 饭后和家人开车在这边欣赏灯光油车盒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详细的地址 我们也会把它放在资讯栏 让大家可以找到哦 我们现在到了东27街 然后就有一个 应该是在居民区里面吧 这一间真的很可爱 就像收藏了多年的圣诞装饰 像一个迷你微型的便宜聚集在这里 我觉得 光这样看过去就有五个圣诞老人在这边 大家可以来数一数 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装饰 天啊 感觉主人每年最期待的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小鼻子 可爱 它里面躲了一个Santa 没有戴帽子的Santa 秃头的Santa so cute 这只好呆啊 它那个表情还有它一直在抖 它是很冷吗 对好符合啊 OK 我们今天的圣诞灯展一夜游就在这里 华丽丽的结束啦 虽然今年没有往常那么多的公共的一些装饰 像在吊桥公园啊或者是 啊 范图森植物园的话 但是 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心的在过这个圣诞节 看到这些装饰我觉得还是很暖心的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看着按照我们的路线来打卡一些这些圣诞的灯饰 希望大家也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圣诞节 或者如果大家有发现我们没有发现的灯饰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们 喜欢我们的话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谢了 拜拜